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心臟專科學院30週年呈獻 心律不正治療身發展網上醫學講座 今次我們將會以情報Skypost的Facebook平台 和大家直播今次的講座 我是今日的主持Jasmine 亦都在此歡迎大家 一開始的時候 讓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沒有試過心會突然之間 啵啵啵啵啵啵跳 又或者在緊張的時候 會出現心貴的情況 如果這些情況都經常出現在你身上 很有可能就是由心律不正而引發 不過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 都沒有特意去關注這個情況 亦都不以為言 但其實如果心跳 無論是過快過慢或是亂跳 其實都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威脅 嚴重的話更加會致命 就著這個這麼重要的主題 我們今天很榮幸 能夠依請到我身邊三位嘉賓 上來和大家分享相關的資訊 分別有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前院長 陳藝賢醫生歡迎你 Hello 亦有香港心臟專科學院前院長 劉柱柏教授 大家好 亦有香港心臟專科學院的代表 袁詩敏醫生 大家好 亦都在這裏再次歡迎三位 當然不少得看的我們現場直播的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大家對於我們相關的資訊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你們在我們下面的留言 稍後的時間我們會邀請三位醫生為大家即場解答 好了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馬上去分享多些 首先我想請教劉教授 就是其實心律不正是怎樣的 是一個甚麼的定義 又或者心律不正有沒有劃分不同的種類 他的分別又有甚麼呢 其實心律不正或者心律失常 他的心跳得太慢或者太快 或者跳亂了 而他們的成因可能在心房 即心的上部或者心室 心的下部出現了問題 這個就叫做心律失常 我們的心其實分為心房 心室一有四件 兩個房兩個室 就像這個心臟的模型一樣 如果我們將這個心臟模型打開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右邊的心房 這裏就是右邊的心室 這裏就是左邊的心室 左邊的心房 我們正常的心跳 就是在這個右邊的心房製造出來的 它經過一個傳電系統 在心臟的房和室中間 我們稱為防膝結 是去到左邊和右邊的心室 如果是心房的病 就在心房發生 它可能亂了 其中一個最特別的就是防膝 我們英文叫A 這個心跳得很快 快到它不能夠泵出來 就會有積血 產生這個縱風的危險 另外一個反而是特別 立刻可以致命的 就是心室的跳動不正常 它可能是失性的心動過速 或者是失性的纖維化紋亂 這些可以突然死亡的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心臟病 還有一些 我們可能有些比較年輕的 叫做旁路 它在心房和心室 有一條路不正常 它會產生循環性的心跳 心跳可能達到一百八十二百下 剛剛多謝劉教授和我們分享了 為什麼會有什麼種類 會有心律不正 下一個問題 我就想請教Dr Chan 就是正正有什麼成因 會導致心律不正 是 有幾樣成因 大部分都是因為 一些心血管疾病 包括觀心病 另外就是高血壓 這兩樣都會引起心律不正 但是其他的心臟疾病 好像是心反的疾病 心臟肌肉的疾病 或者有時候我們有心肌炎 這些都會令到我們的心臟跳得不正常 但是除了心臟和心血管的疾病 其實有些其他器官引起的疾病 都可以是心跳不正常的 特別是甲狀線 甲狀線如果分泌過高 心跳會過快 或者甚至有剛才劉教授講的心房戰動 甲狀線分泌過低 心跳就可能慢 還有就是吃藥 我們有些高血壓藥 吃了心跳可能會過慢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病人心跳過慢 都要看看他有沒有吃藥 令到他心跳過慢 最後一種就是剛才劉教授提過 心室的問題 可以引致心臟突然停頓 有不少人有遺傳性的心臟失常 很多時候很年輕 可能會有心室的心臟不正 有機會引致心臟突然停頓 剛剛陳醫生跟我們說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成因 會引致心臟不正 但正正就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平時如果心跳可能慢一點 或者快一點 都好像沒有特別 都覺得一次半次沒有特別 但我又想問一下 袁醫生 如果真的我們沒有去理他 會對我們身體甚至心理 有一個怎樣的影響 其實如果有時 市民覺得心跳時快時慢 其實可以是一些心臟不齊的先兆 其實最常見的心臟不齊 其實都是劉教授所說的心房纏動 病人會覺得心臟跳動會時快時慢 亦都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有不少的研究都顯示到 其實心房纏動的病人 患上中風的風險 比正常人高四至五倍 所以中了風之後 亦都會引致很多的後遺症 和影響了病人的一些生活質素 所以都可以可大可小 另外心跳過慢或者過快 亦都會影響心臟泵血上去其他器官 比如說腦部或者其他器官的攻血 病人如果攻血不足的話 就會有機會分解甚至突然之間死亡的風險 所以真的心理上都會影響了很多 至於心理方面 其實有一些研究都顯示到 一些容易緊張容易焦慮的病人 其實是患上心率不齊的風險 亦都會比其他人高 另外相反 一些已經患上心率不齊的病人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心理 就覺得身體上覺得不適 都會增加了他們患上其他情緒病 或者是焦慮症的風險 始終都是身體和心理息息相關 這件事都是大家要去關注 剛剛提出了 其實都有很大的情況 有不同的原因會發生 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請教劉教授 就是心率不正是否容易察覺到的呢 又或者其實有甚麼檢測方法 在整個心率不正的檢測上 有一個怎樣的演進 以及整個過程的進展是怎樣的呢 首先就是心率 心跪是一個感覺 可能十次其中 就是一兩次是真的 而其他那些可能是一個 感覺或者緊張的 我們有甚麼特別要留意呢 如果心跳是突然跳的 好像轉波一樣開車 或者是突然停的 那麼這個那麼突然 就像是一些不正常的跳 尤其是你坐在那裏 甚麼都不做的時候 或者你真的摸到墨是亂了 或者是突然停一停的 那如果要證實 一定要有些客觀的紀錄 其實第一個就是打壓墨 那如果你的墨像是亂了 那或者它跳得太快 太快通常超過一百下 或者小過六十我們就叫做開車慢 或者亂了 也有得量化的 有得量化的 那其實我們中國人 在二千年左右的皇帝內經 已經是第一個在文獻上 紀錄到我們心防震尖 防煎AF的紀錄 所以有些病人 我們看那些可能是看了中醫的大夫 就來看我們 因為他們摸到我的心脈 但是始終我們要一張 有方法去量度一下 現在在流行就有血壓計 因為自動量血壓計 那時候如果這個心亂 它會打了一個不正常的符號 你未必能量度得到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途徑 最重要的是一張心電圖 因為心電圖是我們診斷心律不齊 或者不心律失常的方法 那一張心電圖就一般這樣的做法 但是一張心電圖的問題 只有十秒鐘 那如果除非你是 我十秒鐘剛剛跳的 不是你都很難捕捉 或者你的心跳是持續性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比較長期的 我們叫做動態心電圖 好似這裏 這一隻我們叫做24小時動態心電圖 它有一個很小的機制 然後將這幾個連在胸口 那它就可以記錄到24小時心電圖 那我們的電腦就可以很快地看回去 有沒有亂 但其實最重要的是 病人會有一個日記 他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他就會寫下時間 或者按一下機器 可以記錄著 我們可以看看 他的症狀和機器的記錄時間 是否一致 可能他按了十次 十次都正常 我們就很開心 我就會告訴他 你是緊張而已 你是沒有心律失常 另外 這個機器是記錄24小時的 有些病人會問我 我第25個小時才跳 那怎麼辦呢 這個浪費了時間 我們可以把它掛兩三天 但這些東西 黏在胸口 不是很舒服的 所以現在進展到 我們可以 就有一個 我們叫做 或是一塊 黏在這裡 這些可以用在 兩個禮拜 那麼長時間 也可以洗澡 但是有些 心跳 更疏一些 可能是幾個月一次 這些都不能夠長期用了 我們有一支自動紀錄的儀器 好像這個 當它有心跳的時候 我們把它放在胸口 找一個方便的地方 按一按 它就可以錄得到 就可以和一個心電圖的監測 現在來說 我們有很多 我們聰明的電話 我們有些流動電話 流動的手錶 都可以錄得到 它這些是 我們叫做 consumer product 病人 在市面上買得到的 它們都可以輔助醫生的 但是要做得好 但是有些時候 這些自動紀錄 都是不成功的 譬如你的心跳 一跳你就暈倒了 你都沒有機會錄得到 或者我們想捕捉一些 是無症狀的 好像剛才袁醫生說的那些 防箭 有些是不知道的 那些 你一定要有些其他方法 抓它 這個我們現在 有一些叫做 直入性的晶片 我們可以放在胸口裡面 其實就是在皮下 它又可以強期監察 我們不正常的心跳 如果有不可 我們就可以拿出那個數據 最後還有一種 就是創傷性的 我們可以 如果病人暈倒了 或者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們有時候 放一些電極 進去心臟裡面 有發覺心跳 都可以診斷出 心律質上是哪一種原因 真的見證著 它整個的演變 儀器上都是越來越簽巧 亦都可以記錄得更多長時間 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有病人 被診斷出有心律不正 其實可不可以 能夠透過藥物的治療 去根治整個問題 都想請教員醫生 又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 我知道科技日新月異 一定有越來越多 新型的藥物出現 現在新型的藥物 比較我們傳統的藥物裡面 有沒有什麼進步的地方呢 雖然很多人都會透過食藥去控制病情 但是要講到根治 即是吃完之後要斷尾 其實在心律不正的病人來說 其實是比較難做到的 他們都需要長期服用這些藥物 但其實對於傳統來說的藥物 有一些新型的心律藥物 其實可以大大減低了病人的平發症 以及病發頻密的次數 說到近來這些新型的藥物的進步 不得不提就是一些新型的口服薄血藥 剛才我們也說到 心房前洞的病人是容易患上中風的 要減低他們中風的風險 他們是需要服用高風險的病人 是需要服用一些口服的薄血藥 傳統來說 他們是需要服用一些叫做華法林的薄血藥 華法林是一種維他命K的抗壓劑 意思就是說其實它的藥效 其實是很視乎病人的維他命K的身體裡面的分量 所以服用華法林的病人 他們需要介入很多食物上面需要介口 包括一些深維色的蔬菜 因為他們都含有一些維他命K的元素在裡面 同時間他們服用華法林 對於其他服用其他藥物來說 容易引上一些叫做藥物相沖的情況出現 加上他們也要隔幾個星期 就要回來醫院或者診所去抽血去檢驗他們的盈血指數 對於病人來說其實是真的很不方便的 近這十多年其實有一些叫做新型的口服薄血藥 病人是不需要介口的 只要乖乖地吃藥 他們預防中風的風險已經可以和華法林相比 加上他們不需要抽血去檢驗盈血指數 所以病人可以遲少少覆診 亦都可以不用抽那麼多血 對於他們生活的質素上面 亦都會有大大的改善 多謝袁醫生的分享 陳醫生剛剛聽到袁醫生說 其實如果要透過藥物去根治整個心律不正是有難度 其實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到手 心律不正的治療有些手術性治療 我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我們有一些植入式的心臟裝飾 譬如心律過慢的病人 其實很多是年紀大 退化 如果沒有一些潛在的病人可以處理到 就可以植入一個心臟起伏器 令到心跳是回復正常的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這個叫做心臟除戰器 那些有心臟撤死風險的人 突發性的 突發性 突然間暈倒 心失的心跳不正常 那些人如果風險是高的 我們都會為了病人植入一個心臟除戰器 可以偵測心跳 一有問題就可以給起伏治療 或者電擊 可以救命的 另一類型手術 就是剛才說 很多心律不正 其實吃藥未必跟持到 但有時有些心律不正可以跟持到 就是利用一些導管的手術 你看這個 這個導管 在那個遠端這裡 可以有些能量發放出來 將它擺入人體 找到那個引起心跳不正常的位置 做一些叫消融術 會有機會有某一些心律不正可以跟持到 其實我們可以在體外 把人體看 然後它可以控制它的位置 然後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做消融術 這叫動管消融術 還有一種手術 近年就是一些有心防戰動的病人 剛才袁醫生提過 如果中風風險高 就要吃薄血藥 但有些病人吃了薄血藥 可能出血 那些他真的吃不到 我們還有一種手術 是可以幫到病人的 這個就叫做左心耳風倒術 這個儀器是直入的 其實這個位置叫左心耳 好像一隻耳朵 我現在知道 即是心防戰動的中風 其實有超過九成 都是因為這個左心耳 積了一些血塊 然後它掉了之後 就上去腦裡 引致中風 所以如果我們用導管的方法 將這個風倒器 擋住了這個左心耳 就可以有效防止中風 那就可以令到那個血塊 沒有那麼容易凝固和脫落 是的 就算它凝固了 它也走不了出來 因為封了那個左心耳 之後想請教員醫生 就是科技 我們經常都說 每天都在進步 可以說是日新月異 其實他直入心律儀器方面 有些什麼進步的地方 他整個發展 如何去幫助病人 剛剛陳醫生也有說 我們某部分心律不齊的病 其實是可以透過 直入式的心臟儀器 去根治 前面有兩款我們比較常安裝的心臟儀器 我這一個就是起薄器 是傳統的起薄器 做法就是在病人的左邊的胸口 鎖骨對下開一個大概一至兩寸的傷口 傷口下面我們找一條血管 放一條電線 經過血管 放入病人的心臟裡 這條電線是用來監測 以及起薄 減低病人心跳過慢的情況 這一個就是律儀器 律儀器 就是在病人心跳過快的時候 幫病人律儀器 就好像急症室幫病人急救 一二三傷 幫病人減低他們突然間處死的機會 做法其實就 傷口都比較大 第二就是牽涉到 需要用病人的手部和胸部的血管 但是他們放了一條電線下去之後 也會影響他們 將來需要做其他介入治療的處理 所以其實現在有一些新的起薄器 就是我們前面這裡的手上 就是一部叫做無線的起薄器 這個起薄器 其實對比起傳統的起薄器來說 其實它的尺寸真的小很多 它好像一顆子彈一樣 經過病人的右邊腳部的血管 然後放入病人的心臟裡 直接起薄 它的好處就是它沒有電線 亦都不需要在鎖骨對下開箱 就會大大減低了箱口發炎的機會 亦都可以保留其他血管 去做有需要的介入治療 有些病人可能本身的血管 拿來用其他的治療用途 例如洗血 他們又需要安裝一些徐漸器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全皮下心臟入式的徐漸器 它有另一條電線 就是放在病人的皮下 整個系統就不需要牽涉到血管 但是亦都可以達到徐漸的效果 明白 今天我們邀請到三位上來 正正和我們去分享心律不正的相關資訊 亦都代表著學院上來和我們一起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都想請教一下劉教授 其實現在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正正去為心律不正的發展和培訓裏面 一路二來作出了怎樣的發展和貢獻 可否和我們今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們可以減低市民 受心律失常的影響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叫做撤死 突然間心室跳到亂了 我們叫做心室的心動過速或者心室的紋亂 可以突然間死亡 我們好像聽到有一些在跑馬拉雅床突然降低的病人 原來我們發覺如果我們在適當的時間 在六分鐘內急救病人急救 包括心肺復甦 尤其是我們跟他隨前電一下 他心會跳到正常 如果越早做 他的腦部損害越低 他得到急救成功就越高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靠港大市民 途人幫忙 是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得到賽馬會的贊助 我們放一些叫救心機 或者叫做自動的體外除前器 它是一個很小的物體 如果我們打開了它 吃人無色 解開患者空後醫毛 有一個東西 他會教你 怎樣把病人的身體外面 電一下 可以增加生命的機會 我們有一個叫安心校園的計劃 在全港所有學校那裏 放一個救心機 加上培訓他們的學生 教職員 怎樣去心肺復甦 另外一個環節就是 中方剛才剛才說的 可能是有些陰陰濕濕的防箭 他們未必感覺得到 現在因為有這麼好的藥物 去治療防箭 我們及早發現就最好了 怎樣做呢 就做一些叫做普查 陳洪醫生和亞太心理失常協會 我們都做了一個普查 我們曾經破了見歷史紀錄 我們在八個小時 和一千個市民查出這個 有沒有防箭 而其中有防箭得到適當的治療 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培訓我們的醫生 我們要多些醫生學習到治療心理失常的方法 我們有一些叫做心臟專科學院的基金 幫助這些學員 我們亦搞了很多不同的國際線會議 請各個地方的專家一起討論 而我們每年都有一個普查 我們叫做起薄器 除煎器 和射頻消融術的普查 我們一年香港在2020年 是有超過一千六百多個起薄器 三百多個徐煎器一直進入 這個在亞洲區都是屬於這個前區 在這裏都要真是多謝你的分享 並且都要代表市民去多謝學員 因為我知道其實真的一直以來 都很盡力去推廣和培訓 我想大家最主要都是希望 真是令到更加多的人去關注心臟不正 以及拯救有需要的病人 所以也有多謝你們的分享 最後我也想請問一下陳醫生 其實在未來的發展上 治療心理不正方面有甚麼新方向 剛才袁醫生也說了 那些藥物 特別是防止中風的薄劇藥 其實近年的進步都很多 亦都有其他研究 開始看其他的防止中風的藥物 不過在手術方面 其實發展也很大 還有將來的方向 我相信都是朝著三大方向 第一個就是精準 我們做手術的時候 可能是增加精準的精確程度 第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很多手術 都越來越多 是用一個心內的超聲波 即是說我們平時做超聲波 就在體外 但我們其實現在可以將一條導管 放進心臟 然後就是 看到心臟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一看圖 看到我們有一個視頻 然後我們看到的結構 就是做一些手術 例如是消融術 第二 都是精準的 就是我們以前 或者現在 很多時候我們做起波器直入 就是擺那個電線的位置 可能是擺在心尖 或者是心室的間隔 都不會說很需要擺在一個特定的位置 但現在我們發覺 很可能我們要選一些位置 令到那個起波 直接起波到那個 叫做心臟的傳導 這樣起波法 其實就很接近我們自己 在正常心臟跳動的時候 那個電流的次序 利用一些新型的導線 這個導線可以 配入一些導管 或者一些喉 就可以帶到我們去一些特定的位置 去做起波器的直入 第二個方向 就是講一個效率 即我們現在都會講求 手術的時間 需要快 即我們做消融 可能希望可以快些做完 這條喉 就是其中一種可以增加那個 消融手術的速度 它那個遠端這裡 其實有一些工業用的鑽石 散熱散得很快 很小而已 再加上有一些感應的溫度 很準確的一些儀器在上面 可以令到我們 由平時做一分鐘的消融 縮短到十秒鐘 就已經可以做到 即大大提升了 對 所以效率會高了 最後 我們現在都在講 要減低手術的侵入性 剛才袁醫生也介紹了其中的無線的起薄器 甚至是全皮下的心臟罪展力 其實在某程度上都是減低侵入性的 而我們做消融手術 是要標差的 標差的意思是 就是我們要放導管進去的心臟 然後找到一些不正常的心跳的地方 做消融 但是那些是要放導管進去做標差 但是我們也有一些 現在有一些標差的方法 譬如這個 好像一件背心 是可以黏在病人的身體那裏 即身體的面那裏 即不用放導管進去的 這些就是不同的一些電極 就可以在初步 就測試到病人的心率 不正常的問題 那個來源在哪裏 所以亦都是可以比較 是沒有那麼侵入性 我相信將來都是 向著這幾方面發展 即都是剛剛講到的精準 效率和減少入侵性 亦都是未來心率不正的發展的新方向 今天在這裏都正正多謝三位的醫生 上來和我們有去全面的分享 而今天在我們一開始說 在直播的開初 如果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歡迎大家去留言 我們正正在這裏收集了不少的問題 希望趁著這個時間請教三位 事不宜遲 我幫我們這些朋友去問一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有朋友就問過 這個也有少許分享過 不過我也要邀請陳醫生 我們再去講多一點 一個想問 怎樣才知道自己是否患了心率不正 會否有些病徵是看到或感受到的呢 剛才是袁醫生 劉教授 病徵會有的 有些人 譬如說最常見的可能是 心跳得不正常 心跳得快 或者是有些人氣喘 嚴重的可能是暈倒 有些人會心口有些疑悶 有些悶 也有的 但很重要的是 也提過 有些人是沒有病徵的 特別是心防戰動 要小心 可以沒有病徵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要適當的時候做篩查 我們叫做機會性篩查 即是說 如果你年紀大了 65歲或以上 如果看醫生 應該要檢查一下 看看自己有沒有心防戰動 因為你可能沒有病徵 如果檢查到有心防戰動 亦屬於高危會縱風 那是要適當的治療 至於剛才的檢查 最好就是 你有病徵的時候 就做到一個心電圖 劉教授剛才介紹了很多 做不同的心電圖 不同監測的時段 這些都需要看醫生 然後就作出適當的選擇 去做適當的檢查 找到心律不正 才可以對症癌弱 多謝陳醫生的分享 下一個問題 就是有朋友這樣問 就是不知道是否最近 覺得工作壓力大些 然後心會經常覺得 偽著偽著偽著 有些不舒服 但又不是維持很長時間 不過有這個情況出現 就想問會否患上了心律不正的先兆 我邀請劉教授 心靠藝 記住的成癌也有很多 我們最重要是擔心有沒有血管塞 大部分的心靈 如果是血管塞 就是我們的心臟負荷重的時候 好像在做運動 緊張的時候才有的 而心律失常會否引起心靈 是可以的 它的成癌可能是跳得快 我們的心臟負荷重了 另外因為跳得亂了 我們心臟血管的供應出了問題 我們都會有心靈的現象 這個要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有 我們要看一看醫生 做一些適當的檢查 是否真的心律失常 好 多謝你的分享 亦希望能夠解答這位朋友的疑問 下一個問題我請教員醫生 這位朋友幫爸爸問 爸爸七十多歲 早前有中風 醫生說他有防箭 就叫他們去做左心以風倒手術 就想問這個手術的風險是否高 其實理論上 一個心防潛動的病人 患上中風已經是屬於高風險 再中風的病人 理論上應該要吃一些薄血藥 去預防中風 但我相信這位朋友的爸爸的case 就應該是他吃薄血藥的風險 就是出血的風險真的太大了 或者已經有出血的情況出現 就不適合再繼續吃薄血藥 那左心以道失術 其實近年來都有很大的進步 因為以前可能風險會比較高 有機會做一下的時候 有機會容易出血的情況 但是其實近幾年 有一些新類型的 即是新的設計的左心以道失器 其實是可以減低手術的併發症 其實總括來算 併發症是少於100%的 相比起吃薄血藥 應該得益是會更加高的 多謝你的分享 也都希望能夠解答到你 下一個問題就請教陳醫生 他就問 其實如果植入了這個心臟的心律儀器 可否搞定了一了八了呢 就不可以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剛才說 這些心律不正 其實也有些潛在病因 特別是來觀心病 高血壓 引起了一些心律不正 可能要做一些植入的手術 但是其實呢 植入了之後 就不是說 甚麼都不用理 你很多其他疾病 譬如潛在病 觀心病 高血壓 這一類的疾病 其實都要很多 有些藥物的治療 生活習慣上的一些配合 譬如說 要有一些健康的生活習慣 那些是異熟能詳 飲食 運動 控制體重 不要吃煙 充足的睡眠 不要太大壓力 這些都是一直要做的 所以 手術只不過是治療的其中一部分 其實整個人的治療 是要有自己的配合 就是病人自己要在生活習慣上配合 還有要定時覆診 醫生說的要吃的藥物都要服食 好 多謝陳醫生的分享 下一個問題 就是有朋友問 聽說如果直入星的心臟心率而起 好像用了十幾年 那些電 如果電真的用完 我用不需要整個拆出來換 我請教劉教授 這個暫時都是需要的 因為電池是有一個壽命 而電池跟心是駁了有兩條電線 電池是在體外的 我們就拆了電池出來 有些病人問我 換了電池 塞一塊身體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電池跟雜診電腦是混合在一起的 變成要整個更換 是不是很浪費呢 其實也不是的 因為新的機器 它的運作 軟件和硬件都好些 所以是要這樣直入的 以前呢 說的是五六十年前 就有一些可以再充電的機器 但是它的穩定性就很差 暫時來說就是沒有這個機器出現 現在大部份都要十多年換一次 那視乎是那個類型來決定的 好 多謝你的分享 下一個問題就問袁醫生 有朋友問 其實防漸的藥物 是否一吃的話就要吃一輩子 其實心防漸凍的藥物 病人是需要吃兩大類的藥物 第一類藥物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薄血藥 這一類藥物其實基本上 隨著年紀的增長 你中風的風險只會越來越高 所以那種口腐的薄血藥 其實都需要長期服用 第二類藥物就是希望穩定它 心臟的調動 讓它不要那麼容易發作 發作一些心防潛動 這一類藥物其實如果有些病人 選擇去做一些手術 譬如消融術去控制心防潛動的話 而沒有辦法的話 其實在醫生的評估之下 其實是有機會會停藥的 當然就視乎病人的病法的次數 以及醫生的判斷 好 多謝薩元醫生的分享 下一個問題就又問回陳醫生 剛剛劉教授也提過 現在市面上我們有些手錶 有些監測的APP 可以去測到心跳 這位朋友就問 其實這些APP 準不準呢 這是第一樣 第二就是有沒有說 一個時限就是 晚上的時候去戴 才可以去監測到心理不正的情況 除了手錶 其實還有很多智能手機 電影程式之類的東西 就是用來監測心理 所以很多市民都會利用這些東西 來測試自己的心律 這些類型的測試 其實那個準確性 很多時候都不是很確定 所以它亦都和市民 怎樣用它去測試自己的心律 都有一些關係的 準確性 有時如果你不懂用的 或者有些甚至可以做心電圖 你做得不好的心電圖 都未必很準確的 所以當你利用這些類型的 我們叫做自己買到的一些產品 去檢測自己的時候 就算發現到 他說你可能有東西 也不需要太緊張 也要帶回醫生去分析 之後你就說什麼時間呢 如果說心律不正 剛才也提過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有病徵的時候 如果能夠做到心電圖 那是最好的 可以看到你不舒服的時候 心律是怎樣 但剛才有說過 心防戰動又可以沒有病徵 所以那些情況 可能需要日後 或者其他時間 都可能做一做 看看心理究竟是怎樣 不過這件事 真是問醫生 你買了那個儀器 我應該 我的情況應該怎樣去檢測 怎樣去找到我的問題 就是那個病因 真的要問一下 因為剛才說的準確性的問題 怎樣去檢測 有病徵的時候去檢測 還是平時做多少次 這些都是很個人化的 要看病人本身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都是要小心應用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 這一類的產品 其實都沒有很多數據 可以告訴我們 怎樣去應用 所以如果你用之前 真是想看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最好還是問問醫生 都是有一個懷疑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 都盡重去求醫 找一個好的檢測方法 有需要的就接受治療 好 多謝你的分享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想繼續請教劉教授 就是有朋友問 如果經常都覺得頭暈的話 其實關不關心跳事 有沒有關係 這個是有關係的 這個心臟跳得太慢 攻血不足 它亦都可以頭暈 最重要的時候 它可以停頓的話 它可以躲下 這個是最嚴重的 最似的 有時候跳得太快 亦都有這個 引起頭暈的危險 因為跳得太快 功率也是不足 最簡單 如果是頭暈 如果有半耳跳得亂 那就容易一些 有時候我們要排除 其他東西好像血壓低 有時候有些人接著血壓低 站起來就頭暈了 這個是可能血壓低的問題 但有些人躺在那裡頭暈 沒有理由是那個血壓引起 那時候心臟失常 是其中一個原因 頭暈也都要看一下 會不會是我們說 醫石 醫水不平衡 那些的原因 那些就通常有一個旋轉的感覺 所以 頭暈是一個很複雜的症狀 一定要去看看醫生才行 心臟失常是其中一個最容易治療 和根治的病 謝謝你分享 我聽完之後 有一個更清晰的 就是頭暈好像一個表症 但也有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還有很多問題 我幫大家問到兩條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請教員醫生 有朋友問 如果我看到有人在街上暈倒 我是否立即幫他急救呢 但如果我那一刻沒有 剛剛我們說到一個AED機 我可以怎樣做 我想幫他 有甚麼方法呢 首先 頭暈倒了 亦都不代表一定是心率不齊的情況 是的 所以 首先要確認環境 安全 現場環境 還有要看看 暈倒的人 究竟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他們醒不醒 如果覺得他也不醒的話 就立即報警 還有看看附近人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急救 因為急救其實是心外壓 其實是需要有一個資格 他應該要接受訓練 才可以去急救 而AED 因為剛才劉教授也示範過 其實他也會有一步一步的解釋 所以他分析那些心率 如果是不在一些應該要隨戰的情況下 他不會被電擊病人 所以相對來說都是安全的 但找不到AED的話又怎麼辦呢 其實大部分一些公眾場所 商場 政府的地方 學校 其實都有AED 可能不知道放在哪裏 就可以問一問圖人或者職員 另外就是消防署 其實有一個網頁 是記下了AED的所在位置 希望可以盡快 在網上找到AED的地方 就可以 有需要的病人 可以盡快被拯救起來 謝謝你的分享 來到最後一題問題 我請教劉教授 有朋友想問 如果在身體內 我們放了一些心臟心率儀器 其實是否安全 其實是安全 因為沒有了氣才不安全 我們擔心 好像你們說 我們過一個海關 過一個探金器 會不會令到很吵 有可能 但是通常我們都會 給一張證書 病人說 我有這件事 你就不要搞那部機 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個機本身 會不會受到外面的 電流的干擾 這個干擾 尤其是一個很高頻的傳電系統 就是一些發射塔 不過我們很少去到發射塔 那麼近 如果是手機來說 現在的起薄器 都不會受到影響 如果超過8cm 都不會受到影響 通常都用耳朵來聽 對手機沒有什麼影響 可否做得磁力共振 現在新一代的起薄器 除煎器 磁力共振是兼用的 都可以做的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是很安全的東西 好 多謝你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多了很多 因為我們今天三位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相關的資訊 和他都解答了很多的疑問 而正正的確 科技的進步 都為治療 心裡不正 帶來了不少的突破 其實大家只要有需要的話 去及早求醫 接受治療 生活的質素 也有望大為改善 甚至可以重拾正常的活動 在這裡 再次多謝三位 上來和我們去分享 相信我們在看直播的朋友 都了解多了很多 有關於心裡不正的資訊 亦都希望大家繼續去關注這個議題 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預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